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六萬大獎 那現在在這裡 在跟全部那個議會的同仁 表達這個道歉 抱歉 微微點頭鞠躬 就算再不甘願 柯文哲為了施政順行 放下身段 為上週因波卡被基特殊性關係後 暴怒垂桌 公開道歉 但波卡爭議仍舊玉波蕩漾 有拿波卡的局署首長請出列 局署長沒人敢承認 先拿了燙手山芋 卻讓柯文哲亦肩扛 好問題 因為我不曉得到底誰會哪有機會 這個就很難回答 因為我想 做算有也是助理去假冒名字去拿的 還沒有這種問題 都還沒有出現 你就幫他們開脫吧 重視細節 無法忍受說謊 以前啊 以前 以前 以前無法忍受說謊 當了市長可以嗎 不是 這不是 有龍來大 海納百川 明德蘭軍議員緊咬 柯文哲幾乎快招架不住 脫口一句嚇壞眾人 就連視察庇護公園時 民眾物流浪口議題 柯P也話講太快 在先爭議 萬華那個街友 他一開始後來我說 你們要花便當可以 但是只准在這裡花 然後不然你便當哪有幫你花 以後野狗要花 花了就是說也不准自己餵 只定一個地方 定時定點 正常的管理辦法而已 我在講的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奇怪怎麼會扯他們那些 我都好像奇怪 這導致講 我沒理解那種邏輯 柯P無法說謊個性 掀起政壇素人旋風 但若道線變得頻繁 誠實的天條 開始被糾正去同化 也就不是人民期待的改變成真 這王熙諾 陳入文 採訪到台北了